我们先来把排骨这多余的纯酥肉给它切下来 这块剁碎了拿来焖豆腐也很好吃 这两块大的骨头留在下次煲汤 扛好了排骨加入两勺淀粉抓洗掉血水 排骨我们装到发白这样子 然后这个水很干净就可以了 挤干水然后再沥干 玉米切成跟排骨差不多长的段 排骨里面加入一小把蒜片 一勺盐 少许胡椒粉 一点花生油 再加入两小勺玉米淀粉 给它自己抓均匀 抓均匀了之后腌制30分钟 排骨腌好了我们就把玉米加进来 搅拌一下就可以装盘 一块排骨一块玉米这样子的给它摆起来 水开了上锅 待会蒸20分钟 好了我们的排骨蒸好了 再来撒上少许葱花点植一下 今天这道水晶排骨呢 做法特别的简单 有荤有素 排骨吃起来特别的嫩滑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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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